台语有南腔北调,而台湾首语也有南部跟北部的差异。 有一部分原因是,在日据时代,日本将起冲教育带来了台湾,分别在台北跟台南成立农校。 而台北的起冲学校,老师是来自东京,台南起冲学校的师资来自大阪。 因此,台湾首语开始分为两大派。 在台湾光复之后,大陆首语也传来了台湾,因此台湾首语也吸收了一部分大陆首语。 包刀手透透的单元,我们特地采访了不同地区的龙人,呈现首语的不同样貌。 而今天呢,我们就来看看,南部首语的乖要怎么比呢? 南部首语的乖是一手手心朝下,在另外一手的大拇指上面转圈圈。 乖,这个首语为什么这么比呢? 是因为摸摸一个人的头表示他很乖,这就是乖的首语啦。 南部首语的乖啊,是摸摸一个人的头,而北部首语呢,则是把手修起来,除了乖,也有修手,袖手旁观的意思。 南北首语的表达真的很不同。